中共重庆市委高层近日被传将会进行新一轮的人事调动 在18大继身中央委员的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张国卿 将会调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常务副市长 之后将再接任重庆市长黄岐帆的位置 分析认为 这个黄岐帆跟着薄熙来做了很多坏事 这位官场的不倒翁的仕途看来已经走到了终点 继去年爆发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后 重庆政坛的高层人事调动一直是个敏感的课题 近日有报道说 重庆常务副市长马正奇将调到北京担任工商总局副局长 49岁的张国卿将接替常务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 毕业于清华大学数量经济专业的张国卿 曾驻德黑兰中东地区任总代表助理 处长 后升任为北方工业的副总裁 现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 党组副书记 并在十八大挤身中央委员 有分析认为 张国卿的经济背景有助于他在重庆暖身一段时间后 平稳接过黄岐帆重庆市长的职位 去年11月 黄岐帆在中共十八大上软着陆 当选为中央委员 不过 对于他目前的试图走向仍是众说纷纭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普表示 黄岐帆下台是早晚的事情 他跟着薄熙来干了很多坏事 这是肯定的 美国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持人刘英全则分析 重庆新市委书记孙政才上台后 肯定要启用新人 黄岐帆由于导播有功 从市长位置退下后 很可能被安排一个可有可无的虚职退休 薄熙来的时候呢 搞那个重庆模式 黄岐帆一直配合薄熙来 但是为什么黄岐帆在十八大还是继续担任这个职务呢 我想与吴邦国的立保和这个习近平刚上来以后啊 想稳定啊 稳定重庆都有关系 黄岐帆2001年开始任职重庆副市长 2009年被主政重庆的薄熙来福政升任市长 在这11年多的时间里 他先后经历贺国强 黄振东 汪洋 薄熙来 张德江 孙政才等六位市委书记 被民间戏称中共政坛上的不倒翁 黄岐帆曾经自称与薄熙来如鱼得水 重庆当地形容薄熙来 文有徐明 无有王立军 经济有黄岐帆 去年 薄熙来被免职后 黄岐帆不仅表示坚决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网络更传出他为了自保 爆出薄熙来的一些犯罪证据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 黄岐帆明显话语变多 在接受陆媒专访时 面对外界有关重庆大兴土木 投资以超过财政负荷的指责 他说 仅卖地就获得几千亿元资金 4月16号 港媒报道说 黄岐帆目前率团到了香港 为重庆招商引资 时事评论员方北继指出 薄熙来在重庆犯下的累累罪恶 黄岐帆肯定都有很深的介入 他声称卖地获得几千亿元资金 其实就是骗数百万农民进城 掠夺他们的土地 黄岐帆为什么在薄熙来倒台之后还能够屹立不倒 就是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导向了更大的恶魔 导向了他的党主席去出败呢 不是呢 像他这样有惊无险的跟那一个混是魔王混了几年 还能够平安的脱身的是不容易 王北继指出 在中共独裁体制下 中共官员都是替中共干坏事弄脏水的奴才 他们不仅在利益关头牺牲别人 自己也是中共专制政治绞肉机的弃生品 对不起 我们下期视频就用另外来保证地